哈囉 大家好 請 那麼今天就來下我們的皇室戰爭啦 那最近我們抽到阿伯嘛 對不對 所以我有這邊跟觀眾問了一下 就是阿伯的這個隊伍喔 那他是推薦我這一套啦 不過他原本這個小皮卡位置他是放一顆火球 但是我說真的我真的超級不會用火球的 所以我就把火球放成小皮卡來解那個 來解我們的超級騎士 因為基本上用我們的這個啦 就是金潤也蠻難可以去解 但是金潤也蠻難可以去解 但是金潤也蠻難可以去解的費用太高了 所以就比較沒那麼好解這樣感覺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大概是用這樣的一個阿伯的陣型 然後其實就算是 之前我們的那個房屋流在 變阿伯版本而已吧 就是有一些比較小費的軍團可以用阿伯 然後把他變珠弄過去 但是感覺阿伯如果沒有很高等的話變珠過去 好像也是 珠到一半就會直接被打死了 也不是說到非常非常好 但是玩到最後的話基本上三費勝水 或是幾費勝水 很多勝水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就是 各種這個雜兵軍團直接往前衝 就還算蠻爽的喔 你就來玩一下這個阿伯軍團 那阿伯的話基本上你們會是 怎麽樣的時刻會派呢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我有看到觀眾朋友就會在下面留言跟你們講說就是 幾分幾秒的時候大概會有怎麽樣打的一些打法 歡迎大家繼續這樣分享給我知道喔 因為我這樣的話基本上就可以去看一下 欸 究竟要怎麽樣去做一波學習 看一下喔 伏魯先打 OK 被吹到一下沒有關系 然後飛行機先往前 然後這是哥布林 哥布林我們就派這個小皮直接往前走 開扁 然後繼續建造我們的小屋子 喔他也是金門喔 哎唷 金瑞也蠻人喔 唉唷 這邊來一個熔爐囉 喔他這個是回血的那個對不對 對 回血怪 回血怪有點麻煩 但好險 而且我們這邊哥布林好像跑得比較快一點點 對 哥布林吸到那就蠻爽的喔 但他這邊一個 一個閃法直接把我這邊打光光 喔那沒關係 我們這邊還是有小屋子喔 我真的超不想要遇到這個的啦 這個超麻煩欸 我想一下這要怎麽搞 先讓我們的這個小屋進去好了 欸幹 哭啊 哇靠他那個 哥布林直接 上面那個角色他後面的那個哥布林 他會直接就是射那個 射那個遠攻距離的直接把我們其他隻給幹掉 然後 哇讓那個 閃到 我現在覺得我應該要再 搞一隻電法出來啊 可是很白癡欸你知道嗎 我這幾天在玩這個陣型的時候 很少碰到這個電磁炮的 是怎麽樣 為什麽 每次 搞一些東西出來的時候 就有這個電磁炮或什麽東西 突然出現 搞什麽鬼 哇哭了都這個 哇我圓圓完全打不到電磁炮啊 我哭啊 欸電磁炮這個好像對他來說也沒有什麽太大的作用 哇 我被電磁炮打爆了 Oh my god 可是目前來說這套陣型的話 我也不知道哪邊要換閃法欸 還是我們把那個 滾木改成小閃 不要讓就是那個電磁炮那麽的囂張這樣子 哇靠 直接被電磁炮轟個稀巴爛 我真的覺得目前來說 我們這個就是那個什麽啊 我們這個二級聯盟賽越來越難爬了 我反而覺得這個 我們這一般的這個 獎盃賽還好喔 這個二級聯盟賽真的是越來越難爬了 想一想 要不然我們把骷髏兵變成小閃嗎 好像也不是不行對不對 因為主要來說就是一個要轉起來的感覺 哇 哭了 骷髏兵應該就是比較算是一費 然後給你就是快速轉卡那種感覺的東西吧 對不對 我們碰到那個 碰到我們那個電磁炮真的是很夭壽欸 不知道要幹嘛欸 很酷欸 然後這是我們的 那個 呃 女武神 加個飛行器 應該就可以解決了 阿伯 電一下 全部變豬 上一個烈焰龍盧 我這個龍盧還蠻高等的 11等 但在我們那個獎盃賽的話他是會變成12等的喔 所以是超級龍盧 呵呵呵 超級龍盧 來了 一樣咬到 沒什麽大事 我們繼續咬左邊 你看那個龍盧其實我自己更 之前就還蠻喜歡玩的啦 因為他就會 可以一直瘋狂的就是 叫那個小火球過去這樣子 好 一樣的戰法喔 這邊打的都一模一樣 待會一樣就是 旁邊就是變up這樣 然後這邊再加一個飛行器 一樣打法重新再來一次 喔 完了完了完了 好像不一樣了 好像不一樣了 哭啊 完了完了 好像會廉遲很多招 但好像也還好 還行 還受得了 還受得了 尤其是這邊我們又進去了就很爽 對 這邊進去了就很爽 而且他已經把那個複製卡片開了喔 他沒辦法在那邊高5-4-3了 好 那邊 右邊 左邊就讓他這樣去了喔 今天讓他這樣就打掉了 那我們就來顧一下右邊 OK 啊哈 這種沒有大隻的這個 我就打得還滿開心的 那這個 主要來說這關的話大概就是那個吧 就是氣球 對 大概就是氣球環境 我們這邊要小心一點點 繼續蓋房子 氣球 氣球 氣球大 主要來說就是那個像火球啊或幹嘛的那個就很麻煩 沒關係啊 我慢慢跟你耗 然後我們現在是領先的 衝啊 直接打爛 還行欸我覺得 換成小斬好像還OK 至少可以就是 像剛剛那個亡靈啊 電一下之後就可以幫我們那個 阿伯有沒有 就是讓他們就是快速把他們變豬 這個好像還行啦好不好 還是大家還是會堅持用小骷髏 也可以跟人們分享一下 反正我們現在蓋房子的話就可以幫自己就是 省蠻多的這個空間的 飛行系先走起 其實這個女巫跟就是我們旁邊的女巫 我說真的我有點不知道該怎麼搞 就一般來說我看別人好像都是怎麼樣 欸欸欸我有選卡 完了我以為我有選卡牌 但是我沒選 就大概基本上都是用這個阿伯 然後去用骷髏頭的 對這樣變兩隻豬出去 但是我記得就是之前還有更誇張 就是直接變超級無敵多隻豬出去的 然後我就直接被打爛這樣 超麻煩 其實防護的話就還ok啦 因為他至少可以就是拿來當一些就是那個 防禦的這個手段 但這邊好像費用出的不是很好 直接被這個英雄弄爛了喔 重點是他有英雄阿各位 而且這個英雄的這個聲音怎麼好像那麽高亢啊 很像那個哥布林欸 他是哥布林的這個英雄王是嗎 他給我感覺那個叫聲很像哥布林 欸我現在一下都沒有打到他欸 而且他還是死塔欸 那個是死塔的欸 代表其實他的血量都不高的 但是他防的很好喔 我這邊等於是沒有防好 所以他都說過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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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rod 我們現在就是把這個往前蓋了 哦可以哦這個飛行器 繼續變豬豬 嗚~~ 繼續蓋 唉唷 我覺得這個房子陣型感覺最強的就是雙倍時間 真的還滿爽的耶 好那這一套就是觀眾推薦給我的這個Upper套啦 那我是後來有小改了一點點 那如果大家還有一些更好的卡牌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是改了火球改成迷你皮卡 然後再把骷髏改成電擊把術 我覺得這樣打起來還滿順的啦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介紹阿婆卡組到這邊 大家如果還有更多的阿婆卡組的話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你們知道 那我是小改牌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